嗨 嗨 嗨 I can't focus on what needs to get done I'm on notice open that you don't run You think I'm tapped it but I'm this diagnosed Hello大家好我是沐湖又回来了 今天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 能够提升我们家居生活质量的一些小物件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买一些家居类的东西 而且我平时也比较爱收纳 所以说我买的一些东西都会就是说 如何去省空间 如何去让我们生活过得更舒适一点的这些小物件 那么今天就把我这些觉得用起来非常顺手的 一些生活小物件分享给你们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聊三连了 谢谢你们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洗刷子的东西 洗化妆刷的东西就是长这样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硅胶板一样的东西 其实里面它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凹凸都不平的一些颗粒在里面 我以前洗刷子的时候我就是拿一个小飞把内清洁液倒进去 然后再用化妆刷在里面刷刷刷刷刷刷刷 后来我发现那样其实刷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于是我就去淘宝搜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便利有没有 比如说你的大刷子的话你就可以用下面的这种大颗粒 小一点的眼影刷或者是那种侧影刷 你就可以用上面这些小颗粒密码的这种 把那个液体倒在这个小盘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用刷子在上面来回的磨蹭 真的只需要一会它就清洁好了 它就不会浪费很多清洁液 我之前用杯子的时候真的得倒很多很多 像你们有的特别贵的几百块钱的那种毛刷 如果你经常去用很硬的那种杯底去刷的话 就很容易把毛也刷掉 但这种灰胶采热就不会 所以说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就二十来块钱一个吧就很便宜 第二个要说的就是一个内衣的收纳架 它其实是长这样的蛮高蛮长的这个收纳架 因为我之前放内衣 我就直接放在家里衣柜的那种抽屉里 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去把内衣排得特别的整齐 长时间下来的话 你的内衣可能会变形啊 而且就那么到处吃嘛 就看起来非常不好看 所以说后来我就去买了这种内衣收纳架 它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是这种大的 可以放我们的bra 像下面它做这种比较小的 可以放我们的小内内啊 还有一些袜子之类的 而且它这个是双面的嘛 就还蛮省空间的 这样一层只有我觉得可以放两个bra吧 这样的一套的话大概能放十来个吧 下面的小内内啊袜子之类的也能放特别特别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选很省空间 而且你把它挂起来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整齐 像比如说学生档啊 你们得住宿舍的那种 没有那么多空间去放这些东西 你就买一个这种小挂钩挂在你的衣架上就能装特别特别多 强烈推荐你们去买一个这种质量有特好 大概就60块钱一个吧 我觉得蛮好用的 我都用了好久了 第三个要说的也是一个收纳内衣的东西 但是它是这样一个小包的样子 这个小包呢是我在旅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的用这种小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那种情况 就是没有收纳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海关开箱 你的内衣放在箱子里面被打开箱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尴尬 所以说我觉得最好还是用个小袋子 或者是这种内衣收纳包去装你们的这些比较私人的物品啊 像这个袋子的话它里面就容量蛮大的 上面这一层也是这种小袋子 它可以装一些小袋子啊还有外子之类的 下面这一层比较大一点的 它其实就可以装你们的睡衣 它这个这样撑开以后容量特别特别大 有没有惊呆了 刚刚那么小的突然之间就变得那么大 我测试过这样的一个小袋子里面 可以装我三套夏天的睡衣 所以说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带一套这个出去真的特别的方便 而且又很省空间 你找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就不会在箱子里乱翻 第四要说的就是一个家庭储买的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个日本的 这个储买喷露是我在疫情之前买的 我家里以后我妈妈就会定期的用那种储卖仪去给我储卖 因为家里的被子都是贴敷的嘛 如果你们长期的就是不让它去消毒透气的话 它很容易滋身满虫 这些满虫在你的身上就会形成这种比如说鸡皮啊 痘痘鸡之类的 长期下来的话真的对皮肤特别的不好 那么这个小小的这个储买喷露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方便便携的一个附加型的储买用具吧 它可以使用在你的沙发上啊 还有你的被子 毛毯各种家具上面 尤其是养宠物的那种 比如说你们家里的猫猫狗狗特别喜欢到处爬 你们用吸水器吸完毛以后呢 最好还是用这种储买喷露去喷一下他们走过的地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子的 这些小孩子有特别特别多的毛乳玩具嘛 但小孩子一般玩玩具都喜欢到处扔 一会儿扔床上一会儿扔地上的 毛乳玩具上就特别特别容易滋身细菌 小孩子又喜欢去暴力 喜欢去捏又喜欢去舔的 这时候对小孩子真的特别不好 所以说你们被一个这种储买喷露的话 就可以去定期的给这些家具啊玩具去进行一个消毒处理 第五个要说的就是一个干发帽 我们的姐妹喜欢用毛巾去擦干吧 但我觉得像是我干发帽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 就特别特别方便 比如说我手头有点湿气 我得打开电脑网上去处理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吹我的头发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干发帽就特别特别有用了 它能够很快地吸收我们头发的这些水分 而且它绑起来一点都不会把头发给弄出来 我给你们绑一下试试看了 你把这个套在头上 把后面的头发给包进去 包进去的同时你就这样转圈 因为它后面这个干发帽有个小尾巴嘛 小尾巴的后面它有个这个绳子 绳子你就可以直接扣在这个干发帽前端 这样你的头发就包好了 这种干发帽它就包得特别特别紧 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干一些你其他的事情了 比如说过个十多分钟回来再去吹你的头发 而且那会头发已经没有那么湿了 吹起来就会更快 好那我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其实就是把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 小物件分享给你们 就是想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适一点吧 之后我如果发现更多这种好玩的 好用的性价比高的产品我再推荐给你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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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